如果你觉得这台全新晚生运动的价格太贵 那你选择它就对了 作为路虎加入最美的SUV路虎新卖 你只需要一半的价格 就能拥有一个与路虎揽运相似的造型 如果我不告诉你 这台车在去年下半年已经进行过一次中期改款 你应该看不出它的变化 这台路虎新卖呢 它的主要变化其实用上了一个家族式的设计 例如中网用上了一个缆胜和缆运一样的中网网格式的造型 还有就是两侧的灯主 它的内部结构也进行了调整 加上这个前杠也用上更加运动的设计 所以说整一个前脸会给你更加像缆运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从前脸你是很难分得出 这是一台新卖还是一个缆运 还有就是车尾的底部一个结构进行了调整 还有就是尾部的那个logo 它已经取消了之前的动力标识 因为它有个2.0T和3.0T的发动机 选择新款之后 你很难让人知道这是一台高配车型还是低配车型 之所以这台路虎新卖被誉为路虎家族最美的SUV 也是因为它整一个圆润的造型 加上修长的造型 让它看起来更加动感 整个设计与缆运的设计也是非常相似的 加上这台车 它有一个熏黑车顶和一个铜色车顶 这也丰富了这台车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这台车有什么短板呢 那应该就尺寸表现 这台车的车长4811 轴距2874毫米 定位是中型SUV 对比一众同级车型来说 确实不算特别优越 这也因为这台车 它是一个进口车型 所以说它的空间表现 或许还没有国产版的路虎极光要优越 但是呢 因为它更加修长的造型 它确实要比路虎极光更加的大气 也更加的好看 这台车一共有四个配置 前三款都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250匹 那么只有一个顶配车型是3.0T 最大功率400匹 它们的动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全系匹配一个81T的变速箱 如果说从外观很难看出 那你就看它的轮毂 因为它的轮毂最低配是19英寸 那么19英寸 21英寸 21英寸 22英寸 四个配置 所以说从这个轮毂 采用一个21英寸的轮毂 也能看出这是一个中高配车型 那么中高配车型以上呢 它是配备了空气悬挂 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就是配备了空气悬挂 那么坐进这台路虎 新卖的内饰可以看出 它整一个造型 已经采用了一个家族化的设计 最明显就是将之前的一个 嵌入式的中控屏 换成了悬浮式的中控屏 所以说屏幕也更大了 那么还有就是整体的造型会更加简洁 因为它取消了之前 这里一个触摸面板 变成了一个储物槽 里面配备一个无线充电 整一个设计都是与揽运相似的 整一个造型非常的简洁和运动 尤其是这个方向盘 它也是采用同样的三伏式的方向盘 但是呢 揽运和路虎新卖与揽胜不同的是 揽胜它更讲究一个豪华属性 所以说那台车采用的是一个双伏式的方向盘 整体质感会看起来更加强烈一点 因为我现在坐在是一台路虎新卖的中高配车型上面 所以说它内饰用量会更加的足 大量的皮革包裹 例如中控面板和座椅都是一个皮革包裹的 如果你选择最低配车型 你或许会看到这台车一个不一样的设计 因为那台车更多用了一些环保材料 例如上方都是一些环保材料 还有一些中控面板 也是将皮革换成了一些类似塑料的设计 还有就是座椅上面 它也将真皮换成了一些布衣 加上那个帆毛皮的设计 或许你花了30多万的价格 你会觉得这个配置不是特别的值 不过好在这台车 它标配的是一个英国之宝 而且在低配车型上面 它有加热 但是在高配上面 它才会有按摩功能 我现在已经坐进这台路虎新麦的后排 因为刚刚也说 这台车是一个进口车型 所以说它腿部空间不算特别卓越 对于同级车型来说 我升高1米80 坐在后排腿部空间 大概是一拳多的情况 但是呢 对于一个同样是进口车型的F配置来说 这台路虎新麦的空间表现 其实会更加优越一点 那么这台车 它也提供一个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还有一些手机充电这些东西 对于后排成员的照顾 也是相对够到的 整体而言 这台路虎新麦 目前的优惠其实还是蛮大的 就拿最低配车型来看 它裸车价格 大概是在40万不到 那么落地的价格是在44万左右 你能够以揽运一半的价格 就能拿下这台造型上面 有着路虎揽运一样的气场 开在路上 你多少 你肯定能够给人一种 比BBA更加高级的感觉 或许这台车 它的空间实用性 不如BBA这些同级车型 那么优越 但是对于这台路虎新麦来说 我觉得它很适合一个人开 毕竟这台路虎新麦 作为一台英国车 它的机械素质上面 是更加的卓越的 所以说这台车是一个 你平时自己认开 偶尔还会带来家人的不错之选